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字跟 BIO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字的 它的記憶救星配合單字是Biology 我們可以知道Biology就是我們說生物學 Logy這個常常有看到這種結尾的 這都是什麼學科 現在問題是什麼 那前面是什麼 什麼什麼的學科 那如果生物學的話 那前面BIO是代表就是什麼 生物嘛 那生物就是什麼生命 這都有生命的 所以我們這樣子是不是就把它記起來就是說 比如說 BIO 我就想到 Biology Biology就想到生物 後面是學 那所以生物是跟生命有關的 所以它的解釋是不是就是什麼 Life 這個字跟 很乖就是說 它沒有什麼變形 它就是BIO 就是不管碰到什麼 它就是還是BIO 我們可以看一下底下這個延伸單字 緊接單字 延伸單字的話 這個字就是 Abiotic 我知道A是什麼 An的變形 Without life 所以Without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無生命的 但是 IC是一個形容詞結尾 Microbiology Biology是生物學 那我知道micro是另外一個字首是什麼 胎米小的意思 所以就變成微生物學 然後所以這樣子是不是就很好記 但是 共生的是什麼 這個字跟這個 Abiotic 的感覺完全一樣 就是說後面都有 Biotic 那前面是什麼 SYM 那誰要問我 SYN的變形 那是什麼 SYN在一起生活的 共生的 Sybiotic 這個是什麼 比如說像什麼 有一些例子像什麼 小丑魚和 珊瑚他們就是共生的形式 這邊還有一個 聯體共生 Para Para 是Beside的意思 Parabiosis 那這是什麼 聯體共生 Para Beside就是在附近的意思 那附近 就是在身邊的 那是什麼 聯體 如果是一個聯體 他們就是在旁邊 聯體共生 所以這個字 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你只要知道Bio 那這三個你只要知道他自首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他的那個什麼 意思是什麼 後面都一樣 這個字的形容詞就是 Parabiotic 也是一樣 名詞結尾是SYS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